小乐高大乐趣欢迎来到怀雪的乐高仓库 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小小的一盒乐高我的世界21177 它的官方名称叫做爬行者潜伏 我可以先给你个结论啊 虽然我们还没有拆封 但是我觉得它里面应该不会太有趣 因为你看就这么小一盒 我直接一个手掌就能够直接捏过来 99块的官方定价 它又能够有多有趣呢 说不定我也会被打脸 来一起玩一下 好了我们这一盒小小的乐高我的世界21177 爬行者伏击完成了 72片乐高积木搭出来呢就这么个小场景 那这个小场景来它的成品 我直接就一掌就能捏过来了 它真的是一个入门的小套组啊 一共72片乐高积木99元的官方定价里边包括有两个人仔以及两只搭建的动物要说性价比嘛 99元我觉得性价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不过乐高所有主题的入门套组都是99元的定价呃 单从99元的定价来看 里边包括有两个人仔还是勉强能够接受的 但是额外之处在于这一套小小的套装呢 里边竟然还带有一个小机关 小机关呢就在于这边有一个类似于翘翘板的机构 当你把这边的翘翘板按下上面的土块就会被弹开 这也是这一套小套装里边唯一的机关 来我们正面来看一下这人仔 这个呢爆炸苦力怕 那这个爆炸苦力怕呢是第一次在乐高我的世界当中出现 身上的图案呢自然全部都是印刷件 脑袋可以进行一下调整 跟绿色的苦力怕一样 它的脚呢也是呈现出这个前进的一个角度 呃他跟绿色苦力怕唯一的不同点就在于身上的印刷不同而已 这个爆炸苦力怕值得收藏一下呀 那另一个人仔就是史蒂夫了 说实话呃乐高我的世界里面的史蒂夫 如果你一直有玩乐高我的世界 相信你已经有好多个了 那这个史蒂夫表现平平 手里拿一把剑 另外一个手里拿这个东西呢 坏雪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坏雪也在这里向屏幕前的你求助 你知道他这只手里拿着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的话 别忘了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告诉坏雪 这一个呢是搭建的猪 你看猪鼻子猪眼睛一个印刷件 特殊开模的猪脑袋 然后这边后面呢 另外还有三片零件 把这一只小猪给活灵活现呈现了出来 刚才的那只小猪使用了四片乐高积木 而这一只小鸡呢 更是只使用了两片乐高积木 只不过他的这个脑袋连同后面的身子呢 是一个一体成型件 看上去的样子呢 还是有那个感觉的 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小场景 那这个小场景呢 也是相当的简单 它的底下呢 是三块不同颜色的底板 然后上面再基于这个三块底板 进行一下简单的拼搭 这边水 沙滩 绿色的草地 植物 泥块 等等 全部都是给做出来了 那虽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但做出来的这个场景 还是有游戏里的味道的 那这一套2117772片乐高积木 两个人载 两个搭建的动物99元的官方定价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勉强还混得过去 当然你现在在万能的第三方渠道上面 差不多60元左右 就可以买到一盒全新的21177 那从60元的角度出发的话 那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足的 相比我们之前做到21178 以及21179来说 这盒21177反而性价比更足一点 毕竟里面有独占的人藏 又有一个简单的小机关 又有两只动物 当然还有一个 大家已经收集了很多的史蒂夫 怎么看 也都不算太亏啊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盒乐高我的世界21177 爬行者潜伏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